韓國瑜他在作為院長 他可能會去幫國民黨黨團助攻這件事情 這樣子的想像好像不太一樣 我覺得就是看議題的重要性 像國民黨很多支持者都很贊成不在其投票 是 那我們黨團如果提出這個版本 然後院長太過於重力 甚至於有偏民進黨 導致於我們這個國民黨比較重視版本沒有通過 那支持者可能就會不愉快 從這次的協商崩潑也看得出來 就是其實事實上韓國瑜他在這個院長這樣子的一個角色上 感覺上應該還是會作為一個比較超然中立的角色 跟可能跟很多國民黨支持者對於韓國瑜作為院長 他可能會去幫國民黨黨團助攻這件事情 這樣子的想像好像不太一樣 有一些落差 那你們怎麼看說未來韓國瑜他擔任院長 以及跟黨團這邊之間彼此之間互動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就是看議題的重要性 就是說現在這個事情我覺得只是在程序 等於晚兩天或是演兩次 我覺得大家不會認為這事件很重要 就是說就像現在是20號要叫陳建人來做實案報告 那我們的總召是希望17號 那你說17號20號這差幾天而已啦 有沒有很重要 可能大家覺得也還好 那所以雖然兩個人不同調 但是支持者也不會認為說好像有什麼大不了 可是如果說在大家比較關心的議題 我舉一些例子來講 比如說像國民黨很多支持者都很贊成不在一起投票 那我們黨團如果提出這個版本 然後院長太過於中立 甚至於有偏民進黨 導致於我們這個國民黨比較重視版本沒有通過 那支持者可能就會 如果有這種類似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才會有一點點不愉快 那因為到時候黨團協商都是他在主持嘛 韓國瑜在主持嘛 所以他變成是他的這個意向或是動態 這個其實動見觀瞻啦 就大家都會覺得說接下來一些法案 到底最後出來的這個版本到底是長怎麼樣子 其實跟他是非常有直接的關係 那這個部分就是你們會怎麼看說韓國瑜接下來 跟你們之間的這樣子的互動 有沒有一個默契 這個我真的很難推估啦 我真的非常難推估 因為我想韓國瑜是想要好好扮演他 他這個 立法院長 立法院長的角色 我覺得他是想要好好扮演 他也不想要讓民進黨講話 所以他在接任院長沒多久 他就講說他希望未來立法院都是一團和氣 大家就推一些福國利民的東西 包括他去跟陳建仁見面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子說 所以我認為他會比較總理 我覺得我的感覺 但我當然我站在我們國民黨立場 我們也是希望說你是我們選出來的院長 我是因為我們投票給你才當院長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講你知道嗎 因為過去其實常常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當時那個王金平在當任院長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馬王政爭的時候這個也是 彼此之間就是 那時候當然馬英九執政嘛 那王金平當任院長彼此之間那個法案跟意思上 好像就是跟中央就跟政府 就中央政府這邊好像有一點這種漢格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彼此之間就是那個摩擦就產生了嘛 那現在看起來黨中央跟韓國瑜院長這邊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太大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產生 可是很難講說接下來他做一個意識中立的角色 那可能又跟國民黨支持者的一些期待又有一些落差的話 那這樣 我們這邊我是覺得總召就是我們的黨團的幹部 要跟院長多溝通 要多溝通 是 就是之前沒有溝通沒有共識才會出現最近這個 你是說傅婚旗跟韓國瑜沒有溝通 沒有共識 黨團幹部啦 不管是傅婚旗 初記長或是傅婚旗 你們要跟院長多溝通 因為以前 以前 其實 我講一件 問一個最直接的問題 到底誰是我們國民黨立委的老大 現在在立法院 是院長還是總召 應該是總召啦 照理來說是總召啦 但以前大家可能會認為是院長 比如說王金平在當院長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王金平是老大 那現在韓國瑜跟傅婚旗 兩個人 那到底誰是老大 你們是不是 你們要有共識 就是他們兩個 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兩個是不是先協調好再去做 如果協調好再去做的話 就不會出現 黨團希望17號開會 結果最後韓國瑜弄20號開會 代表之前沒溝通 又或者是說 黨團認為說 韓國瑜你是我們選出來的院長 所以黨團要 扒出去公文 你都會照著我們的意思去做 所以一開始是不是有這個誤判 我認為搞不好他有這樣的期待啊 是不是有這樣誤判 所以導致於韓國瑜 不想要照單全收 就出現這個狀況 給我 給我 你 給我 任你 有生命的 我 有生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